牙醫都會建議我們定期每半年至一年 去跟自己做一個洗牙 狗和貓都是 可以想像他們每天都要吃東西 不是每隻貓狗做到拆牙的時候 其實相比的人他們更加容易更快 會積聚牙菌或牙石 所以長期這些問題存在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牙周病 甚至有細菌感染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建議主人定期可以考慮 跟他的貓貓狗做一個全身麻醉的洗牙 如果貓狗不洗牙 首先明顯就會看到牙齒開始跡象 譬如你表面上牙肉以下的牙齒會覺得很髒 另外牙肉和牙齒之間包住的位置都會有牙齒 牙肉就會開始有牙周病 牙肉開始發炎 然後慢慢向上萎縮 甚至乎細菌感染一直向上吃的時候 會吃到骨頭 這個時候骨頭會有感染 然後牙會開始鬆 甚至乎有時它會斷開 甚至乎會整個掉出來 然後有個洞就會有細菌感染 跟人一樣 譬如人鑄牙都很不舒服 他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開始不太吃東西 痛 流口水 甚至乎嚴重一點 有個細菌感染向上的時候 就會含了一泡籠 在爛臉 這些情況都會發生 所以洗牙就可以預防 剛才所說的一些牙齒病的問題 就是這樣 毛成城Mocity 一站式寵物資訊平台 尤其全港各區獸醫診所 寵物店 和美容店的名單 還可以找到養得寵物的樓盤 記得上毛成城Mocity啦 在那邊